其实我们在定义这个时候 就是明确说了 就是你不是很明确 它可以是外界的任何因素的一个刺激 外界我们都知道 那接触这些空气 阳光 湿度 这种都可能影响 之后内部的原因就是 你体内的各种瘴气的异常 都可能是一个诱发因素 所以我们这种湿疹的病因是不太好找的 其实我们最早的 因为英文叫湿疹 好像从拉丁文来的 它就是叫沸腾水泡的 其实就是湿 所以我们翻译过来的时候 也是湿疹 但是那后期的时候 在这个学术上 逐渐认识这个疾病之后 它可能就是 它刚才也说了 它可能不湿了 肝我们慢性的这种湿疹 也称它为这种演证性的改变 也称它为湿疹 它湿疹表现的湿更多一些 所以现在有一些误区 认为肝它就不是湿疹 实际我们从专业上 这个各个学科的发展 也是在逐渐认识这个过程 所以不全面了 它长湿疹了 对它的生活会有影响的 第一它是不适感 烧痒 如果长的范围比较多 那就会严重影响到 它的 感谢观看